而脸书乱打卡小心也误导玩笑开过头 过年期间有民众揪了三五个好友到家里打牌 而且呢就把打牌照片PO上网 但是呢这个脸书打卡的地点竟然标的是台中市警察局的第五分局 而这也让警局严禁赌博的警方真的好紧张啊 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打卡人 原来呢他就住在警局对面 坦诚一时好玩才会这么做 排出上有复刻牌有赌金还有人正在发牌 照片中看不出来地点在哪里 但是脸书上有打卡仔细一看怎么会是在这个地方 不会吧怎么地点标在台中市警察局的第五分局 难道是在警局里公然聚堵吗 不不不其实这真的是误会一场 警方找啊找终于找到打卡人了 原来他就住在警局对面 过年期间找了三五好友来到家里打牌 一时好玩建议分局为打卡的地标 不少人有脸书打卡的习惯不过打卡的地点爱怎么标就怎么标 有人说我在志林姐姐家的警卫室 也有人说我在安心雅的房间 其实纯属玩笑 因为一看地图就漏险了 打电动的时候 会怎么打 比方说英雄联盟会打我在召唤峡谷之类的 但是开玩笑归开玩笑连警局也被恶搞 脸书乱打卡虽然没有违法 不过被恶搞的分局却很紧张 忙着解释 热熊二瑞十一林台中采访报道